娱乐圈中女明星与富商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富豪们追求女明星的美色,愿意为她们砸下重金,而女明星则看中富商们的钱袋子,于是甘愿成为她们的女人。 以下我们来盘点一下,一,王祖贤,1986年,为了提高琪琴的知名度,公司决定为她量身定制一部电影,名为《芳草碧连天》,选定的女主角是王祖贤,两人之前毫无交集,后来剧组为了调和气氛,让琪琴和祖贤交往,祖贤负责唱歌,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两人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感情。 然而,即使感情在浓烈,一旦面临琐事,也容易出现裂痕,外界的干扰加剧了分歧,最终导致两人分手。 分手后,香港富商林建月开始追求王祖贤,那时的王祖贤孤身一人在香港打拼,情感上也处于低谷,于是她投入了林建月的怀抱。 然而,这段感情给她带来了毁灭性的伤害,林建月的原配地位显赫,不认可王祖贤,使得王祖贤背上了小三的名号,形象受损,事业一落千丈。 最令她失望的是,林建月顶不住家庭压力,最终选择了分手,令王祖贤备受伤害。 在压力下,王祖贤宣布离开香港,而齐琴也希望复合,一首歌《不要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打动了王祖贤,二人高调复合。 2001年,他们开始准备婚礼,恋情即将升华,然而意外发生了。 齐琴的前女友,曝光了两人的私生子,并索要高额抚养费,官司的长时间拖延,加上媒体的大肆炒作,让他们身心疲惫。 最终,王祖贤选择了放弃,他真的已经够累了。 于是,他卸下了明星的身份,远走加拿大,与齐琴的爱情也草草收场。 二,肖强,1992年,肖强与一位导演传出绯闻,针对此事,肖强公开表示,与导演和东兴只是朋友关系。 后来,他结识了台湾富商曹幸成,两人的关系进展迅速,曹幸成慷慨地赠送了他价值上亿新台币的房产和金卡,并承诺每年给予他3000万新台币的资助。 然而,不久后两人分手,2001年,肖强又与台湾建筑业大亨林金龙相恋,林金龙为他装修了豪宅,每年给予他8000万新台币的零花钱。 然而,这段感情也以失败告终。 接着,肖强又被传与台湾某公司总经理有绯闻,甚至被拍到在公开场合亲密。 不久后,他又被曝光,插足了台湾广告财子范可亲和崔台精的婚姻,导致两人分手。 此后,肖强与多位富豪传出合作绯闻,其中包括被指责负责金融吸金案的公司负责人张忠生,尽管他一再否认。 但这些绯闻对他的名声产生了不利影响。 2007年,肖强被曝与已婚男子李耀文有不正当关系,同年又被媒体拍到与核战传播的老板徐家森一起共进晚餐。 在2008年,40岁的肖强被拍到与48岁的齐晴牵手共进晚餐,引发了真正的恋情。 但不久后,齐晴娶了年轻24岁的孙丽娅,而肖强则仍独身一人。 3.谢玲玲 1980年,24岁的谢玲玲与23岁的林建月结婚,他们的婚礼规模宏大,在港台两地引起轰动。 然而,作为豪门媳妇,谢玲玲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婚后,她的主要任务就是生孩子,她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接下来的六年里,她又三次怀孕,最后一次甚至是龙凤胎,到1988年。 谢玲玲为林家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林家十分重视传宗接代。 因此,谢玲玲的付出得到了公婆的认可。 然而,尽管婚前林建月对谢玲玲表现出较为专一,但实际上她是个花心大萝卜。 结婚不久,林建月便在外面频频出轨。 最终,她与王祖贤产生真情,谢玲玲得知后提出离婚。 尽管林建月同意了,但她的母亲立即阻止了离婚,导致王祖贤与林建月最终分手。 1995年,谢玲玲与林建月离婚。 而在林百姓和余宝珠的干预下,谢玲玲获得了创下当时香港离婚分手费记录的4亿港元的抚养费。 4.关之玲。 1993年,关之玲在体内取出两颗球的新闻引爆全网。 知情人士信誓旦旦,称这是关之玲为何李家新争宠,与刘兰雄玩的互动游戏,整个传言靠着三人成虎的口口相传。 变成关之玲演艺生涯甩不开的污点。 据说当时刘兰雄跑去探班笑傲江湖,一眼便被关之玲勾去魂。 刘兰雄不仅买下千万豪宅,双手奉给关之玲,珠宝以及奢侈品更是分治踏来。 关之玲也成功从落魄千金摇身一变为千万富婆。 在刘兰雄之前,关之玲还曾为钱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当时王国精,替他偿还了所有债务。 关之玲当即不顾父亲祖兰,也要嫁给这个大他一轮的男人,两人前脚刚结婚。 王国精后脚就露出真面目,夜不归宿,到处寻花问柳。 年轻气盛的他,当即提出离婚。 关之玲顺势卷走他一半财产,离婚后的他彻底看开。 从刘兰雄手上套走千万房产后,他又将目光投向富商陈泰明。 两人成双入队,同进同出,宛若恩爱情侣,谁料陈泰明也靠不住,反而跑去和嘉陵相约爬山。 1985年,关之玲与香港地产大亨马清伟相识,关之玲不顾马清伟有夫之夫的身份,三下五除二将他拿下。 当时马清伟家中的正妻小青陈美琪早已身怀六甲,为逼走陈美琪。 关之玲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陈美琪盛怒之下动了胎起,不幸失去了孩子。 第四,陈美琪无奈认栽,与马清伟离婚,但马清伟,而扭头与年轻小空姐再婚,与马清伟分手仅一年。 关之玲就将猎物目标定为向华强,两人因戏生情,在片场偷偷做起剧组夫妻,但向太陈兰一向不是省油的灯。 他听到风声后,第二天立即出手阻拦,关之玲急忙从向华强身边抽身而去。 几次永攀豪门不成,让关之玲彻底放弃这一念头,五无佩慈。 1998年,香港滚石唱片公司准备在台湾选取四个女孩,组成少女标本歌唱组合, 吴佩慈顺利入选,张洪亮为他进行了魔鬼特训,吴佩慈受不了张洪亮的责骂, 没少在录音室掉眼泪,张洪亮心一软,拿纸巾帮他擦泪珠,一擦二擦,他的脸面变成了爱。 公司内部传出他们恋爱的八卦消息,说他们身心皆交流,很快,吴佩慈移情别恋。 他的新男友是一家日本料理店的老板,男友对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为了讨吴佩慈欢欣,买到几乎倾家荡产。 他希望吴佩慈离开娱乐圈,安安稳稳地待在自己身边,可是吴佩慈不听他的。 这段不平等的爱情三年后画上了句号,之后,吴佩慈在内地结识了太子爷施明廷,他们谈起了恋爱,不到一年。 两人官宣分手,分手的原因是施明廷的父母,反对他们来往。 还有一次,吴佩慈搭乘飞机,认识了马来西亚富商Peter,他们谈起了恋爱,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 据说是因为吴佩慈拍了一部大尺度戏,男友无法忍受。 后来吴佩慈在一场时尚晚宴上遇到了身价百亿的季晓波,他施展女性魅力,对季晓波评送秋波,两人谈了大概一年,分手了。 分手四个月后,吴佩慈接受专访,声泪俱下求复和,季晓波心软了。 为了拴住季晓波的心,吴佩慈怀上了他的孩子。 2014年,吴佩慈生下女儿,宣布退出娱乐圈。 随后,吴佩慈生下二胎,是个男生,吉晓波送给他价值三亿的豪宅,有了孩子。 他成了吉晓波的掌心宝贝,送他价值十二亿的股票,四十亿现金。 但他唯一无法拥有的,就是一个名分,安以轩。 当年安以轩把汪小飞介绍给闺蜜大S时,绝对没想到,自己会变成红娘。 在安以轩30岁生日那天,大S仅凭一面之缘,便拐走了安以轩暗恋多年的汪小飞。 不仅如此,两人仅见了五次面,认识一个月,便迅速举行了婚礼。 而身为新娘闺蜜兼红娘的安以轩,却是连婚礼都没被邀请。 安以轩和大S也由此,开始了一场涨达多年的名争暗斗。 好在随着陈荣恋的出现,安以轩才总算一学前耻,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说自己嫁得比大S好。 要知道,安以轩的老公作为澳门白手起家的百亿富豪,不仅拥有多个总裁头衔, 在房地产和博彩业也混得风生水起,而两人的婚后生活也十分甜蜜。 陈荣恋不仅平时隔三差五,就会送上各种名牌包包,豪车名表更是随便送。 除此之外,陈荣恋甚至还一口气买下四栋价值六亿元的别墅,并且全都是写的安以轩的名字。 本官被大S当城堡的汪小飞,除了一轮又一轮的花边新闻,什么也没留给大S。 而此时的安以轩则专心做起了豪门阔态。 每天躺在豪宅里,签收着老公送的上一豪礼,在社交平台上晒着各种奢侈品和豪华派对。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一众网友还在惊陷安以轩的扩大生活时, 他的老公却因涉嫌违法事件突然被捕了,并且安以轩作为陈荣恋最亲密的人, 也势必作为头号传唤目标。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直言,安以轩的满屋子的钻戒,名表和珠宝是不是也要上交了。 据知情人士爆料,在老公被逮捕后,安以轩便开始准备和陈荣恋打离婚官司, 并试图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以及全部的财产。 安以轩或将分到13亿元,而安以轩的这一举动也被不少人直呼冷漠。 豪门并不是改变生活的唯一选择,对于很多人来说,甚至不是最好的选择。 豪门婚姻也许是人生的跳板,也许是人生的陷阱, 只有做自己命运的掌舵人才能创造真正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